現在只要預購順點 就能搶先使用 安奈特、弗洛倫 還有呂布的最新造型喔 造型不是今天的重點 重點是我遇到的一位 維拉神 世界上有他這樣神操作的玩家 只有各位處應該是不超過10位啦 你們覺得維拉神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呢? 而這位維拉神又是什麼精湛的畫面 精湛的操作直接讓我甘拜下風咧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優哥 I'm Yuga 這場玩呂布打野 因為我這場在玩的當下 是還不能預購聖典的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用 死神最新聯名的造型啦 我發現每一次傳說 跟其他動漫合作或聯名 他們都會有一個共通點 像上一次刀劍神域的合作 我那時候一合作就發現 怎麼市面上也出了一款 叫刀劍神域的手遊 那這一次傳說跟死神的聯名合作呢 我也發現最近也悄悄的出了一款 最新死神的手遊 這麼剛好啊 所以你們在許願傳說要跟 哪個動漫合作的時候 你們應該要先期待一下 那個動漫會不會做成手遊 我覺得這很關鍵喔 我覺得傳說每一次的合作 聯名會比較屬於 互惠的合作啦 就是傳說幫死神或刀劍神域提高知名度 而那個動漫呢 這也有出手遊 這樣子就是相互應的合作了嘛 那這邊重點要來囉 薩迦殘血在塔下回程 然後這邊對方應該是沒有薩迦視野才對 可是呢 對面中路法師薇拉直接瞬移過來 手殺掉了薩迦 我們再慢動作看一次 薩迦嘛 殘血嘛 在塔下嘛 但薇拉就直接瞬移過來喔 還用瞬移的喔 那當下我自己是感覺 可能就真的這麼剛好 人家意識非常好 所以我就沒有在多想什麼 只是覺得薇拉的操作也太省了吧 所以就沒有多想什麼 繼續吃野怪 趕快到四等啦 但這個美娜很煩啦 從一開始我的藍區 他就拉了好幾次 現在又來我就有點生氣 但是我差一點被他打死 所以我趕快跑掉了 而且我也還沒有四等 所以趕快吃個小野怪到四等 我帶回家補個血吧 但是就在這邊 河道又打起來了 太常打架了吧 那我就忍不住啦 身為一個佑哥 我每次在殘血 都很想要回頭救隊喔 所以我就直接開這大招 回頭去幫忙打架啦 殺了納克 我就想說那個薇拉殘血嘛 能不能追得到呢 最後是 欸有擊飛 但是差一點點的傷害 我還差一點被他秒掉 好啦那就趕快回家 欸不對 呂布是不用回家的 回家呢 只介於在 你的角色是沒辦法回血的 可是你看呂布 他大招一開就直接回血了 回血之外 我每一次技能命中目標或普攻 都可以再回血 而且大招冷卻速度很快喔 四等的時候大招冷卻大概20多秒 這超快欸 等於呂布啊 20多秒的時間 就可以打一波灰彈 呂布就比較不像其他角色啦 就例如布萊特 他的大招雖然很OP 可是他冷卻的時間 就是比呂布還要再久 所以他要打一波團戰的時間 也會變得比較久 那這邊吃完了蘇帕之後 呂布我追不到 回頭要追美娜 美娜就死掉了 但這波還不錯喔 那在少一輪自己的野區 然後吃完了紅buff嘛 就有看到我們家凜鈴 頭上有個納克 我們先草叢蹲一下 就是故意不要漏頭啦 因為我一漏頭啊 那個納克就絕對不會往前衝凜鈴 所以先在草叢蹲 也是一種訣竅喔 那今天在追美娜 這個美娜很欠追啊 因為前期真的讓我快抓狂了 一直跑來亂我的野區 真亂啊 就你亂了嗎 這邊在吃魔龍 我就發現薇菈在我頭上 趕快跟隊友 我的自財還在冷卻 最後就真的被搶了 假設你今天在吃大型物件 你的制裁是在冷卻的 一定要跟隊友講 因為你不講 隊友就會覺得 你的制裁是在哈囉 因為我看到薇菈在下路 想說他一定會走這邊回中路嘛 結果他真的走過來 我正高興的時候 他直接給我一套 我當下是直接傻眼耶 有再看一次喔 我蹲在草叢裡面 他直接給我指定技能 再一套的大招 我再被美娜拉了過去啊 有些觀眾就會說 佑哥啊 你應該開個大招 回頭直接反殺了吧 但是我當下直接傻住了啊 我在草叢突然被打一套 你是什麼心得 你絕對是直接認住 傻眼啊 除非你今天知道 你會被打 那你一定就是做好 可能開大反殺的動作喔 像這邊啊 我反而要回家嘛 那對面衝過來 我就知道他們會來打我 我就可以開著大招 直接反殺 到這邊想要殺亥雅 結果我比那個機器人 還要早進到塔下喔 那最後我就跟隊友說 薇菈好像有開 因為巔峰賽是不能打 就是全體的字啊 只能跟隊友講 那最後我們家薩迦也直接回我 對 也就是因為薩迦這個隊啊 所以我才回頭去看 第一波他被手殺的時候 我才覺得 真的不對耶 不太對啊 但是啊 我們在講話 一定要帶一些 可能或好像 就絕對不可以肯定啊 不可以說肯定句喔 那這邊又打起來 我就很生氣 直接追薇菈 你看我們隊友 也是第一波直接打薇菈 那最後這個納克殘血 就讓小青去追 我就來處理 這個亥雅 但是亥雅 他直接被 讚尼爾飛個大 不然那個亥雅是會直接死翹翹的 因為讚尼爾飛大是減傷加回血啊 但至少我們這波團戰厲害的點是 我們三打五耶 三打五還換掉對面三隻 你們不覺得很男人可貴嗎 這 對 男人 女人可貴啊 再來上路守個塔 這個亥雅好痛 一直點我 但我只想要清兵線 所以開個大招 我也不打算跟他的亥雅打啦 因為清兵線比較實在啦 清完之後我就趕快 偷吃凱撒 因為我發現對面的納克在中路 也沒有想要過來的意思 那隊友剛好清完中兵 就可以馬上回頭來吃凱撒 既然你知道對面好像有開 他看得到我的時候 我就不想要拖 我就直接光明正大 走到你塔前面給你看 對 我就給你看 但是我同時 也要拆你的塔 直接把你結束掉 但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剛吃完凱撒 我們小心在下路被人家抓掉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是少一個人的狀態 所以我就想說 清個野區 不要太早叫天空巨龍 所以我就馬上喊了撤退 我很怕我的隊友 那三個隊友在中路打起來 所以我就連續喊兩次撤隊喔 我們少人啦 而且林林也在下路 但是薩迦跟我們家機器人 就這樣衝出去了 但後來我看到 薩迦殺死了薇拉 你就知道薩迦有多氣 肯定肯氣啊 看到薇拉 就想讓他直接回溫泉 回溫泉他就沒辦法幹大事了 我覺得這個薩迦 這個薩迦 有喔 他很生氣啊 那我半路遇到了 湛尼爾 他好像不怕我耶 一直跟我打喔 那既然要打就來啊 看最後是誰要跑路啊 因為今年我把他打殘 他就沒辦法手打 就必須要回家補血 但是我不用啊 我開個大招 血量就回來了 然後湛尼爾回家補血完 直接跳大過來喔 喔 這邊我們先拉一下喔 先開個大 先把我的狀態回滿 因為我的大招冷卻 真的太快了啦 20多秒 這個納克他衝動了 衝動了 我們的龍還在喔 有一個薇拉 他跑回塔下了 算他鬧 但是我講過嘛 我就直接走來你的塔下 我直接把你殺掉 對我就給你看怎麼樣 把你殺掉之後 再回頭去處理這個防禦塔吧 美娜先不管了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兵線 先把塔拆掉再去殺人 來 大招直接開著 美娜賣照啊 不要跑啊 呂布的大招 不用省啦 這個冷卻真的太快了 我覺得最OP的地方 就是冷卻太快 如果今天呂布的大招 冷卻要四五十秒 那呂布就沒有辦法 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這太無腦了 那現在我們就直接 衝到主堡裡面 然後有兵線 直接結束掉 對面的薇拉 太開心了 我想那個 颯枷應該也跟我一樣開心喔 因為巔峰賽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是看不到ID的 只有在結束的時候 才看得到雙方ID 看到對面薇拉尼的ID 阿江超人神 最後我就不客氣 直接回報給官方啦 那也不要忘記把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